我爱你 走 谢谢你的药 今天我去你们公司 是想带你去看病的 没事了 你们的个人 我很担心你 不吃辣不赖床 不去唱歌 爱上了运动 明星这八年 还有什么改变 是我不知道 我在美国这八年 从只会煮泡面 到我可以烧出一桌好菜 从洁癖 到什么环境 我现在都能使用 我从没有时间观念 都过且过 到现在 都能够自律克制 很多东西看似 你其实变了 但是有一件事 我知道从未给你 小医生 林夕 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知道你还在乎我 你误会我和童馨的关系 你很伤心 却极力延伸 你看陈肖来我家 你不开心 羽翼资金链断裂的时候 你动用自己精心维护的人脉 来帮我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我承认 你对我来说是特别的 但是 你答应我 但是别忘了现在我们的关系 你是甲方 我是乙方 我可以等 那就等竞标结束 没关系 这八年 你的确变得更优秀了 但这不足以让我重新爱上你 八年前 我对你的要求是 希望你可以变得更优秀 但是八年以后 我特别要注意别的 对不起 这些还要有点 好 不是 我 沙滑的样子和八年前一模一样 沙滑的样子和八年前一模一样 我愿意等等你这个胆小鬼重视自己的感情 你们两个轮番折腾我呀 你告诉他的 告诉他什么 你说你拉肚子的事 是我说的呀 怎么了 他跟我表白了 难怪他之前一直套我话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拒绝了 灵溪啊 你说这么多年 追你的男生也不少 你不是嫌人家高了就是嫌人家矮了 要不就嫌人家鼻子不够挺 嫌弃人家香水用的味道差 你有没有感觉 你一直在拿对待萧一诚的标准 在对待他们 你还哀疼 或许吧 或许 我真搞不懂你脑子在想什么 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啊 感情只占生活的百分之十 如果因为这百分之十而影响到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得不偿失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当年为了让他出国 我说的话有多难听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工作关系 我们两个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你所谓的不确定性是什么 再相爱的人 也会争吵 会误会 甚至是决裂 但是我现在的状态 不能承受任何的变数 你说的变数 是说你要去联合国 这只是其中之一吧 林夕 我真是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 想 你 我